第一个数据清理 如何进入数据清理答案要跟着做咯 一请点常用底下的这个转换资料 点上面这个图就可以了 二请点转换资料 可以吗 现在我们要请各位练习做那个数据清理 而且要所有的数据清理都清理好 所以一请点常用 二请点转换资料 转换资料 可以吗 两个动作 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到哪里 我们现在开的视窗是叫什么名称 我们现在打开的视窗是叫 Power Cooler 编辑器 有看到吗 他不是Power PLO 这个Power Cooler 编辑器 他就是什么 一个外挂程式 就是我们要做数据清理 都在这里面做就对了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 他其实很像是一个就是Power BI里面的一个小工具 你就这样想象会比较好 所以等你做完之后还是回到Power BI 也就是说你虽然做数据清理是在Power Cooler 编辑器里面做 但是等一下你关闭并套用 但是等一下你关闭并套用是关闭Power Cooler 编辑器 套用给Power BI 可以哦 好我们现在我们要来看数据清理怎么做 首先 首先我们先确定栏位的类型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做日期的调整 日期的建立 那请问一下这个分区业务组别是不是文字 他就是ABC所以不用改 那而且呢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图示是绿色 绿色是代表活用的 也就是正常的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请问你 这个错误他会变成红色 空白他会变成黑色 好我只是稍微提醒你有这么一件事 所以第二个第三个限制别 他是文字没问题 可是有很多有很多的格子里面 那个例如说一百笔 一百笔有四 对不起一千笔有四笔是空白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有些格子他是空空白的 再来 一事机构代码麻烦请点这个123 请改成文字 一事机构代码 要跟着做喽 如何修改一事机构代码数字变成文字 类别这个时候只要点1 请点123 1请点123 2请点取代现有 可以吗 两个动作 1请点那个123 2请点取代现有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从原本123变成ABC了 可以吗 可以哦 好 可以吗 不可以 那要赶快举手 因为安排了好多好多的助教 可是我发现他们也很认真在学习 你们真的很努力 跟我们那边那个北龙的医生也都一样 大家都很努力 好 我们继续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名称ABC 这没有问题 所以不用改 好 再来往右 对了 问你一下 这个来源资料是空白 对不对 空白就是空白 你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对吧 空白就是空白 可是可能会有错误 错误它就这边变成红色 好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个指标值一定要是1.2 也就是小数 小数你可以点一下这个 1.2点下去 第一个就是小数 指标 指标通常我们一定会算 那个用100%来去做计算 接下来这边 这个分区指标 区域的指标 有看到也是小数 全国指标也是小数 可以吗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所以 所以你看 大概这边全国的指标 是有的 但是 但是以全国来去看 大概1000个人 1000个领要的人 就会产生不到两个 千分 大概是千分之二的重叠 因为我本来一直在想说 对我一直在跟我学弟讲说重复 后来不对啊 他不是用重复 他是用重叠 就代表说 那个药还没有吃完 他又来看病 然后又在领药 这叫重叠 可以吗 所以请记住重叠 重叠 当然重叠有有几种可能 就是假设我们不希望他吃太多药 产生其他的副作用 再来就是 我觉得了解这件事情 也跟那个 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来去了解 好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大致上先把这个类别 修改好了 对不对